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少人都喜欢养养花 但是养护的这些兰科植物 很难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形状 不是兴亚少 就是叶片少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养护兰花应该怎么样 才能够让它失调繁多 绿意盎然 其实呢 你只需要注重以下这几个细节 就能够轻松做到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要照顾好植物的根系 在养花当中有一句专业术语叫做 养花 先养坑 你想要蜘蛛多赏新芽 多发叶片的话 必须要照顾好植物的根系 而它选择的植料很重要 一定要以疏松透气为主 这样才能够让平时每一次浇水的时候 盆土能够循环一个甘肢交替的过程 这样才能够保证植物的根系健康 其次呢 就是养护的环境 无论是任何品种的养花 它对养护环境 一定要微微适用 最好是营造到60%以上 包括家里面的建兰 墨兰 春兰 惠兰 文兴兰 等等 都需要注重这个养护环境的湿度 比如说 平时环境太过干燥的时候 我们就要适当的增加空气湿度 可以通过水帘或者是喷雾的形式来形成 同时呢 也可以在每一次往它的页面 或者是根部浇水的时候呢 顺便加入几滴这种活力素 这种活力素呢 能够加快植物细胞类的循环 让它的炉头位置有萌发心芽和心叶的欲望 无论是家里面的建兰 墨兰 春兰 惠兰 文兴兰 都可以给它使用 大家看我这盆墨兰漂亮吗 就是我平时一直在使用的这种活力素 达到的效果 现在它的枝条繁多 绿意昂扬 很少出现其他的疾病 最后呢 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暴晒 尤其是在每年夏季的高温期 虽然说夏季也是它的生长旺季 但在这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避免让它接受强光暴晒 否则的话 它的叶片这里很容易出现 各种各样的病害 比如说 碳菊病啊 梅乌病啊 黄叶 胶尖 以及生长停滞等等 都很有可能在夏季的高温期出现 养护墨兰呢 就这么简单 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是养花的语文 有缘的话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